最強戰力 才結束台南大造勢 17號下午 民眾黨桃園大造勢再度登場 大家是因為一個理念 一個理想才聚集在這裡 我們沒有辦法像其他兩黨 那樣的用遊覽車便當 甚至是走路工去找大家來 今天來這裡的都是自動自發 柯文哲桃園造勢現場起海飄洋 主持人更喊出現場人數 已經突破萬人 但相較昨天台南大造勢 也喊出五萬人 在賴清德本民區開講 柯文哲喊到韶瞎 但媒體人張玉軒爆料 柯文哲是柯米八元蟲 有人就擠 有鳳就鑽 只擺了一千八百張椅子 卻能喊出破萬人 李正浩更貼出數學公式 打臉柯文哲 李正浩解釋 以現場尊王路寬度十二公尺 長度兩百四十公尺計算 整條路大約是兩千八百八十平方公尺 而每平方公尺大約能佔一點五人 等於整條路頂多四千四百二十人 質疑柯文哲台南造勢根本大碰轟 一直被認為陸戰不強的柯正營 用造勢人數喊話 有沒有碰轟 公事一算就有真相 三線新聞王全英有陶 團播導